今天我們衛航委員會排了環保署的業務報告 那明天我想是一個大重頭戲 就是在這個司法委員會會有這個聯繫會議 來討論這個環境部的主改的問題 那這當然這個主改是很多民間社會專業界 其實期待20年的主改 那因為明天會討論 所以今天我就先跳過這個部分 那今年1月我覺得很高興 我們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了這個 把這個溫管法大修成 氣候變形應應法的這個工作 那2月15號其實總統也公布施行了 那我這邊其實有想要 今天在今天的討論 跟主長的這個討論裡面想特別再把 其實當時在修法過程裡面 我想其實討論的最激烈 也各方意見其實最多的 就是關於這個29條 探費的優惠費率的部分 那想拿出來跟主長再做一些討論 同意的點也是來自於 其實希望這條優惠費率 其實可以達到一個效果 比方說很多的企業 他過去他可能排成在 也許2028年2030年 他才要做的一些減碳的設備投資 或他減碳計畫的投資 就是願意在某些我們給他費率優惠的狀況之下 他願意提前到2025年來做 所以透過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誘因的做法 讓他願意提前來做 甚至加速加深來做 這是我最後同意這件事情的看法 當時我們最後在立法說明裡面 其實有放入幾個事情 我不知道署長有沒有仔細看過 其實相對應的相關的類似的政策 國外是有的 有在英國 英國也是透過 他今天跟產業的工協會來簽訂 所謂的相關的契約 那有廠商假如他願意來遵守這個契約 也就是他定一個這個產業界 要做到哪些減碳的必要的措施的Benchmark 你如果願意加入的話 你可以取得優惠費率 但如果中間階段性的減合發現 做不到或跳票 我要跟你追繳 那所以我這邊其實是想要跟 所長這邊再請教幾件事情 最後我們在這個 優惠費率的這一條的立法說明裡面 放入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應該參考國際的法律的政策 來設計我們接下來的協商跟審核的機制 那尤其要來參考這個 國際科學基礎減量目標的倡議 一般我們在講SBTI的這個設計 我為什麼一直在強調這裡面科學的重要性 因為勢必你在這一條裡面 我認為一定是產業界 非常非常關心的一個條文 這個條文怎麼樣不會被人家覺得是 大開大門 或者是沒有把關機制 或者是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遊說 就可以拿到優惠 關鍵一定是在於 我們怎麼用科學的方式去設定這個基準 誰可以拿到 在什麼標準下面可以拿到優惠費率 誰不行 這個科學的部分一定是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當時其實放入了SBTI的這個想法 所以我想現在想問署長 依循立法說明這些原則 環保主現在對於這個優惠費率的執法 的規劃是什麼 那尤其是會怎麼納入這些科學性減量的目標跟原則 比方說參考SBTI的部分 現在環保主打算怎麼做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想剛剛委員所提的我們完全贊同 所以我們當初設計這個機制 就是希望鼓勵他來做 那跟剛剛委員所提說 英國他可能是簽一個協定的不一樣的是說 我們在設計裡面是這個目標是有公部門 也就是說我們跟目立稅組織 大家去談以後訂出來的 那訂出來就是說 給國家的減量目標到部門的減量目標 分下來之後 你這個部門減量目標 你要各個行業別 他怎麼去減才能夠達到你部門的減量目標 那所以我們要跟目立稅組織去談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分給你的目標 你能夠達到 那當然我們比較有把握 國家的減量目標可以達到 大概思考是這樣子 所以委員在修法裡面 現在大家觀眾是執法 所以跟委員報告就說 剛剛委員報告在修法的時候也提了 好比說前面加了一些 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個都是放進去的 更明確說你應該怎麼做 你才有機會得到優惠費率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我們從這個精神裡面去規劃 所以我剛剛也稍微報告了一下 我們現在設計 怎麼樣子讓它確實可以達到 我們想要的這一個效果 我只確認一個事情 當時我們在立法說明裡面 放入的這些不同款項的要求 接下來環保署在設計 優惠費的執法下面 會以這個作為原則來落實 是或不是 我想這一定會納入考慮 而且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設計不會是我們弄好就算了 所以我們會把包括這些參考之後 弄出來的東西一定會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這樣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可行 是 但我想要確認說 我們會按照立法說明裡面的 這些各款項的要求 來去做規劃跟設計 是這樣沒有錯對不對 我希望 成功的那件事情 對 當然一定會納入考慮 因為我們不會是自己說 創一套跟人家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也不至於做到這樣 老師長 因為這事情我們非常非常關注 我們會持續來follow 看這件事情 接下來的規劃設計 是 我想委員很關心 我們也會跟委員保持 讓委員知道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第二個題目是 其實這一次修法裡面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關於調適的部分 我還是要強調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時候覺得調適很抽象 但是以現在 我們現在遇到 氣候變遷缺水的問題 甚至最近大家討論蛋的問題 坦白說 都跟氣候變遷的風險 是有強烈的相關 其實這都是調適的命底 照理來說 我們都應該放到 調適的概念裡面 來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一次 我們其實在 不管是17條 18條 19條 20條 通過的法案裡面 其實都對於調適的專章裡面 有很明確的 新的概念把它放進去 但同時 現在我知道 環保署去年12月 也把國家行動 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方案 送到環保署 送到行政院 但還沒有核 那這時候我要來問了 那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 在第三期的 調適行動方案裡面 放入或調整 去嫁接 現在 我們氣候變遷應遷法裡面 剛才訂的這些重要的規則 重要 前一章 對不起 包括 這個調適能力的建構 包括要有 氣候變 最新的氣候變遷報告 預警機制跟系統監測 還有調適目標是四年一期要放入 包括地方政府的這個調適的推動會的方法 我們現在在第三期的這裡面送到 他送到行政院囉 那我們怎麼來落實現在 1月我們剛修法完成這些內容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法剛過 那我們這個原來法就有的 也要持續去進行 所以我贊同委員的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確實有很多 必須要再去加的 那剛剛委員所提的前面的那一章 是前面那一章還是下面一章 這個 第一個就是有關地方的推動會 我們最近就會找他們來談 因為有很多地方 他也很急迫要去推動 甚至他要去訂自治條例等等 所以我們會找他們來談 到底現在法的設計 大家應該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18條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環境部的裡面 我們去設計國家環境研究院 那我們現在已經我也請同仁 就開始去跟相關的單位來討論 就未來怎麼去合作 好比說我們國家的所謂科學報告 你的這些東西 書長 書長 對不起 我打斷你 我覺得現在 因為我們在調適工作裡面 最重要的執行方案 其實就是這個調適的行動方案 我想說上是很清楚的 這南瓜的各部會相關相關的工作 都在這裡面 我認為現在我們其實應該去跟行政院談 也許現在假設行政院還沒核定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調整的過程 哪些部分應該在這個行動方案裡面 在這個階段能加的就加進去 不然這個方案它是要執行四年 執行五年的 如果我們到四年五年以後 再重新的來去處理我們這17 18 19 20條的條文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照理來說我們應該跟行政院說 這是不是其實先拿回來 我們在哪個部分 在這個階段性可以調整的 可以放進去的部分 應該跟各部會各地方政府來討論 也許在幾個月內 大家把依循現在剛修過的 熱騰騰的法規要求的事情 能夠擺進去的先擺進去 這部分 所長你覺得不該這樣做嗎 沒有 我完全贊同 只是說因為第一個 當然我現在的人力能不能做到這一部分 我現在積極 所長你不能一直再用人力來講 我幫你修了一個這個法 然後我們也跟你說接下來 自政黨也盡速的幫你排了 環境部的主改的方案 我們都第一個禮拜就排了 你現在還用人力來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是講不通的 沒有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現實面試 就算審查通過 環境部要成立 也可能到下半年了 所以人力確實缺口 我不是用理由 我是跟委員報告說實況 那搞知道 如果按照署長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等環境部通過 再來修氣後面 沒有 所以跟委員報告是說 如果按照署長的邏輯就變這樣 沒有 不是 所以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在行政上 我覺得因為這個既有的法 已經有的行動方案 我們讓他繼續走 最少大家要照著這個行動方案去做 但是這個行動方案 並不符合我們 現在剛修過的法規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樣的方案通過在行政上 不代表不能修正 最好的事情 所以照理來說 應該拿回來把它擺進去以後 我們再送到行政院去核定 而不是現在說 我現在人力不足 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完成這個事情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嘛 這個態度跟這個邏輯 不是 是行不通的 署長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方案從112年要開始實施 今天我把它 對 所以我如果把它拿回來重新弄 我可能到年底都還弄不定啊 那我們 那這中間就空了嘛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我們讓他走 大家照核定的去做 但是這個不是不能修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一年 我們把這些東西 剛剛委員講的補起來 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方案重新修了 重新報約核定 那我覺得你們要提出一個明確 比方說 假設今年下半年或明年 有一個第三期的行動方案 的一個補充的 plus的報告 這個沒有問題 補充報告 送行政院去針對我們現在 新修的秋邊間法 再加進去的部分 把它修進去 這可以 但不是說你就放而走 沒有沒有 後面這個我新修的法條慢慢弄 我覺得大家不能接受 所以我才要跟委員解釋清楚 是說行政上 因為我們這些限制 所以這個讓他往前走 但是我們會去 中間會去做修正 那署長你要承諾一個 階段性修正的期程 階段性加強的期程 你應該有這個期程提出來 告訴大家 我在多少時間內要完成這些法規 接下來規劃跟落實 到我的行動方案裡面的工作 這才比較符合行政上面 可以執行的做法 而不是現在這樣慢慢弄 然後說我人力怎樣 沒有問題 我人力缺乏什麼什麼缺乏 我覺得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 沒有問題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我們也在爭取 短期間能不能給我們增加一點人 所以如果快 也許我們年底 我們就提出我們的修正案 給我們一點時間作驗 剛剛委員所提出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給你兩個禮拜評估 兩個禮拜評估 你在多久時間可以提出 一個第三期的修正案 一個plus反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把這概念 可以真正的落實放進去 而不是修了法以後 就有法放在旁邊 沒有 這個沒有問題 變衝向概念 沒有 我們願意做 我剛剛只跟委員報告 我的現實狀況 事情我們願意做 所以您說兩個禮拜 我們評估一個東西 跟委員報告 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去做進一步的修正 這個我們可以做 好 那算我們今天先討論到這邊 明天我們再討論主改 好 謝謝委員 謝謝洪委員 明天還有主改